好 來看屏東有一間超商 這個廁所被反鎖 外面的人擔心 是不是有人昏倒在裡頭了 趕緊去報案 然後警方去把門給打開 竟然發現是因為喝醉了 有個男子就在裡頭上鎖 給睡著了 這個超商是在這個晚上九點鐘左右的 五個警宵就圍在外面 以為是有什麼狀況 連急救的裝備都帶來了 連破壞的工具也帶來了 因為民眾報案 這廁所被反鎖很久了 敲門沒回應 擔心在裡頭的人昏倒了 最後警方花了五分鐘的時間 把門撬開 裡面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 全身上下 沒什麼狀況 但是從九位得知 那根本就是因為 把門鎖起來之後 自己不生久利 呼呼大睡